Hello 大家好 沒錯 由我阿龍 這個位置相信大家亦比較熟悉 這裏就是我們珠海今晚航空新城畫法雙刀的位置 而在畫法雙刀正對面這個項目 就是我們全員愈快公園愈開的位置 這個項目早期亦都是陸陸續路跟大家出過影片 跟大家去介紹過 既然這個項目是由全員愈快合作的項目 所以最近愈快的情況亦都要跟大家去看一下 就在9月28日左右 港股旭輝控股集團的股價開始大幅度的下跌 亦都一度跌破了我們一港元的一股 並且去到收市的時候跌破了32% 而佈跌的原因就是跟27日傳出的 旭輝未能夠償還這個天津升場房地產有限公司旗下的 天津旭奔海光雷步伐的飛鏢養殖是有直接的一個關係 以此現罪給補出項目信和語氣亦會同時股價下跌的一個情況 好了 以上就是旭輝最近期的一個新聞的一個情況 而在我身後這個項目 除了旭輝國內 北京都是和旭輝合作的一個項目 其實影響也有多多少少少 就是我上次和大家介紹過的 其實這個項目對比上一年的時候 已經是降了接近一萬元的一個單價 這個降價的確是比較誇張的 亦都可以看得出項目也是急需至近和現金難的一個情況 當然啦 以上這個情況 我覺得也都並不單單是指這個動快的一個情況 現時內地市場這個房地產行業 其實的確有很多發展商是存在這個至今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見仁見智了 好了 今次既然回到這個出現一塊降雨 除了和大家分享這個新聞的情況之下 亦都會和大家分享現時降雨去追殺的一個情況 同時亦都有新的消息帶給大家 因為昨天一塊降雨去 現時是拿了一批臨街的商鋪出來 今次就和大家看看現時這批臨街商鋪的一個情況 好了 今次昨天一塊降雨去加推的這批商鋪 其實數量就不多了 大概是十九間左右 但它的位置並不是我們這個滑發商鋪的正袋面的一個位置 而是我身後旁邊這個星級酒店的一個旁邊 同時那裡亦都屬於我們內界的一個南界商鋪 當然在走過去看我們這個商鋪的情況之前 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右手邊 其實現時公寓去 基本上很多做數的一個外立面已經是正好做的了 那對比上兩句和大家聊天的時候 其實進度也算是比較快的了 那就是我現在其實也聽到 裏面也開始交給我們我們旁邊的一個助手了 好了 現在大家看到的我身後 這一排商鋪 其實也是目前出現一塊公寓海 即將架退出來的一個南界商鋪 那總共的一個破壞的一個數量呢 就差不多大概是19間左右 那麽就和大家 和大家 開啡整體這個商鋪 周邊的一個情況 那首先要和大家談一下 其實在我左手邊這個綠色棚的位置 也是後期我們酒店的一個位置 來的了 目前的商鋪主要面積就是 37封 47封 56封 和75封 這四個面積為主 同時它的虛間普遍都是三米九左右的一個虛間 但是它的殘高是去到四米半殘高的一個殘高 同時呢 進心是去到十二米的 而目前預售的一個關卡 是四萬元到五萬元之間的了 好 那今次和大家分享的 卓拳約會 約會集團的情況 加上我們這個項目即將架 和雙鋪的情況 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那雙鋪其實可以說 也是我們投資一座 的一個選擇 畢竟 每一個小鋪其實它的雙鋪也是非常有限的了 好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詳細這個雙鋪的情況 直接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或者直接WhatsApp我們就可以了 我是阿龍 我們下一期再見